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来让我们的眼睛更健康 一块来看看我们的影片 眼睛是灵魂之窗 每个人都希望有双明眸大眼 但长期使用3C产品紧盯荧幕的代价 除了容易使眼睛疲劳 更会引起黑眼圈 眼带等问题 究竟要如何做 才能找回炯炯有神的双眼呢 是不是 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眼睛非常地重要 对不对 先来邀请我们的来宾 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位是 蔡麦婷 蔡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 杨敏锦 杨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 我们的郑元 郑医师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四位 我们的来宾 郑可涵 维巴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廖哥 虽然呢 我觉得你很努力地 在修饰你的眼睛 也把这个眼镜呢 故意呢 放到头顶上那个造型 可是呢 你远的也看不清楚 近的也看不清楚 我觉得你的整个眼睛是有问题的 你看 像你现在黑眼圈也很重 你哪有黑眼圈 然后鱼尾纹也一大堆的 你这样子简直就像雕像啊 他都被人乱讲话了 好啦 今天呢 我们特别要请到几位好朋友 我们的医生好朋友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对 来 我们先来谈谈这个黑眼圈 对啊 来 你看这个黑眼圈 其实是很多我们这个各位朋友们 大家都非常担心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这些好吃的东西是怎样 是我们现场要开吃的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说像以前黑眼圈很重的时候啊 就是以前的秘方 又会说拿那个蛋白 敷着黑眼圈好像可以淡化 是不是 我们先请我们的蔡医生来谈一下 这个一般坊间所谈到黑眼圈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来这个 有什么一些民间的这种所谓的疗法好不好 OK 坊间当然会流传一些就是食物 也就是俗称的偏方啦 对 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经过就是医学的根据 就是说就做过很多的实验 其实都只能叫做偏方而已 因为它真正的疗效是有待商榷的啦 也许你可以姑且吃吃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 不是 可是胡萝卜不是一直都讲 胡萝卜素对眼睛是好的吗 是的 它虽然是就是 它是所谓的维生素A啦 也就是A酸 但是它主要改善的并不是黑眼圈这个部分 啊 办法是感染什么 对 因为其实它主要是帮助你一些 像视力 像夜盲症的部分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改善眼睛附近的循环 其实跟维生素C比较有关 它主要是维生素A比较多 这样是不是 其实人家讲说用这个蛋 然后呢 怎么去抹眼睛去除黑眼 那是没有效的 对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它抹上去可能你会觉得 有一点点紧实的效果 这微微的热敷是有帮助吗 热敷是一定有帮助的 因为它可以让一些还没有严重病变的微血管 就是循环变得比较好 但是它是因为温度而改善的 不是因为它是 鸡蛋而改变的 对 对这样 猪肝是我人生当中觉得最恐怖的食物 我是不吃猪肝的 对啊 猪肝对眼睛有帮助吗 因为其实我们医学上都是做一些实验 把它萃取物去做比较大规模的就是研究 才会确定说它有没有疗效 那猪肝的话其实它并没有这种相关的研究 可是像以前就是说猪肝有很多的铁质 那可以让促进什么血液循环好 所以会减缓那个黑眼圈的行程 有铁质的话会改善贫血这件事情 但是无法让就是血管的循环度增 所以贫血跟黑眼圈是不同的 不同事情 对对对 海带就奇怪了 海带应该是会吃了会让眼睛变黑吗 海带的话因为海带是海中的生物 所以它其实含有一种海中的金属离子 如果你是就是说因为缺少一些像美离子之类的 然后可能会导致身体一些其他问题 譬如说容易抽筋的问题 但是对于就是循环 它也没有明显让血管扩张的效果 没有帮助 真的啊 所以芝麻也是没什么用的这么来讲 其实这个黑眼圈 我们如果就现在我们的医学上面 所有的研究来讲的话 那黑眼圈是怎么样造成的 好的 黑眼圈主要分成三种形态 也就是分成就是血管型 阴影型还有色素型 那我们先从血管型的讲起 血管型就是它可能会因为你太过劳累 就是譬如说像熬夜 导致就是眼睛下面的血液 都积在就是那个眼睛的下部 所以循环长期不良 血液一直淤积 那就会形成一些循环不良的微血管 所以就会有黑眼圈 其实血管型的第二形态 就是鼻子的过敏 因为鼻子过敏就是鼻黏膜附近的肿胀 而导致跟鼻子相关的就是微血管 循环会比较不好 像这种过敏性的黑眼圈 热敷一下会有什么帮助吗 热敷会帮助 因为它会帮助就是还没有严重扭曲的微血管 那个循环变得比较好 那当然就是这种血管型的 因为它会分成就是已经严重扭曲 还有只是轻微扭曲的血管 大概只能改善轻微扭曲的 严重扭曲的可能就要用一些比较 进阶的方式 比如说像是雷射或是脉虫光的治疗 来把那个扭曲的微血管处理掉 把它处理掉 对对对 睡眠不好这就不用讲了 大部分睡眠不好的人早上起来脸色都这样 对对不对 好像就好像行尸走路 而且睡眠不好黑眼圈一定重的啊 对对对这是一定的 然后再来第二种 第二种是俗称的阴影性黑眼圈 因为我们的眼睛下面其实有一些构造 眼睛下面的构造 基本上第一层叫做所谓的卧蝉 这是一种肌肉 再下面一点就有一种叫做眼带的组织 这是一层脂肪 然后眼带下面的一个小小凹陷的空间 我们叫做肋沟 基本眼睛分成这三个部分 如果卧蝉过度发达 下面会形成阴影 也叫做黑眼圈 眼带如果就是开始形成脂肪变多 也会形成黑眼圈 那如果就是肋沟变得比较明显 譬如说就是年纪渐长 然后也会在这 那就是脸部的就是皮肉 也会开始下垂 这个凹槽就会变得明显 这三种都会形成俗称的阴影性黑眼圈 第三种是俗称的色素型黑眼圈 因为眼睛附近呢 有时候它会就是因为遗传或是体质 导致色素的黑色素比较发达 会比较容易沉浸一些色素在上面 那另外有一些人就是他化妆啊 卸妆的时候不干净 导致就是上面有一些残存的妆 然后会就是混合着皮肤分泌的油脂 氧化 变质 残留 而导致皮肤脸色变得比较深 像这样的黑眼圈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比方我们都有这些问题啦 那有办法避免吗 预防的话 当然这三型都是有办法避免的 比如说血管型的 像鼻子过敏 就是把鼻子过敏治好 也就是说居家环境包括就是塵满啊 这些就是 过敏源 对 过敏源要把它就是清除掉 那睡眠的话当然是个人的习惯要调整 不能熬夜太久这样了 对 那如果是就是像阴影型的 它如果已经形成了 那通常只能就是在结构上 就是做一些补救 那如果像是眼睛比较发达的 那就用眼睛肌肉放松的治疗 比如说像肉毒 那如果是眼带已经形成了 可能就是像手术的方式 内钩的话就是直接用这种填充物 包括说市面上一些像玻尿酸啊 或者是胶炎蛋白 或是自体脂肪的填充 都可以改善这情况 好 待会再回到我们的 健康最前线 像这样的都可以说是一种 很简单的情况 一般来说现在除眼带 就是已经离痕 修复体又短 已经算是很简单的手术了 因为它几乎不用麻醉 它只有打皮部的麻醉药而已 所以算是很小很小的手术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 我们的健康最前线 美丽又保健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眼睛的健康 对 我们再请问一下 我们的杨医师 就是说那一般来讲的话 像这什么卧蝉 然后什么眼带 什么肋沟 这是到底怎么样形成的呢 一般来说 我们看这个图片 就可以比较清楚 我们通常从眼睛的下眼检 到下面0.3到0.4公分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卧蝉 卧蝉的形成 大多数跟 它是跟眼轮杂肌的一部分 眼轮杂肌 我们眼睛的眼眶周围有一个圈的解剖 它有一个肌肉 所以它是肌肉的构造一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卧蝉的下方 我们叫眼带 一个2-3的地方 那眼带它是一个 不应该有的 应该是说它是因为眼球 我们的眼球跟眼眶中间的脂肪 脱垂出来 脱垂出来就是因为老化的关系 因为我们本来它的脂肪 前面是有一个结粒组织 肌肉成分 把它挡住 当你松弛老化的时候 脂肪就脱垂 脱垂出来就是因为 眼睛的皮肤本身比较薄 所以就很明显看起来 一个突出的雾 所以眼带的下方 这个紧接着它的下面 形成一个勾的地方 我们就叫做肋勾 那所以其实眼带跟肋勾 有点像难胸难力 有眼带几乎都会有肋勾 因为你形成一个高低落差 然后就有一个凹槽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用很多的 手术的部分 可以把眼带去除吗 是 一般来说我们 眼带的话通常 这个是它的横切面 解剖勾造 就是这个眼球的下面 有一个脂肪 它就是因为松弛的关系 这个变成松弛脂肪脱垂 所以变成你看这个皮肤 就隆起 本来这个脂肪 是不应该这样凸起来的 它应该是内缩的 因为它这个组织松弛的关系 造成这边凸起来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眼带不管是眼带 类沟都可以用 你其实要用一般的 非侵入性的去处理 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它已经形成了 那你就要可能要用一些 侵入性的 比如说眼带你可以用一些 侵入性的就是比较属于 现在目前比较流行 就是雷射眼带 就是从没有伤口 它是无痕的 把脂肪 从这边眼眶下方 把脂肪 把它雷射 把它取出来 你这个就凸起来 就变平了 就成一个平面 但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它通常五年十年 有些十五年 还会再长出来 还会再长 所以看你的 第一个你做完还是要保养 不要常常使用眼睛 熬夜那些 那类沟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通常凹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些填充物 比如说玻尿酸 或是说自体脂肪 自体脂肪 可以抽取局部的一些脂肪 然后把这个位置 把它补起来 那形成一个平面 那这样就变成看起来 就不会那么的憔悴 那像比方有一点点眼带 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点卧蝉 有一点内沟 对不对 那我就干脆把那个 自体的脂肪打多一点 让它全部把它填平的感觉 你好聪明 很厉害 现在很多人都是 他就是因为 他眼带不想处理 那只要把这个内沟补起来 它就形成一个平面 就像这个形成一个平面以后 它这个就看不到高低落差 你同时解决了眼带 也解决了内沟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 把内沟补起来 你就看不清楚眼带 因为它形成一个平面之后 你就变成说我解决了 那卧蝉 当然没有人想要去解决卧蝉 很多人是喜欢卧蝉 因为卧蝉是漂亮的东西 像这样的都可以说 是一种很简单的处理吧 一般来说现在除眼带 就是已经无痕 修复期又短 已经算是很简单的手术 因为它几乎不用麻醉 它只有打局部的麻醉药而已 所以算是很小很小的手术 然后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医师 就是说像一般 除了这个眼带之外 很多的女生都很喜欢说 有深邃的眼眸 喜欢把那个双眼皮 割得大大的 可是我觉得双眼皮 要看还是要看比例 因为有些人的眼睛 它是看你的比例 不是你割得越大 有时候会越不自然 然后再来就是要适合你的 有些人它可能脂肪比较多 或是眼皮的 它眼皮的那个 就是小的程度 跟大的割得对称的 两个地方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给医师咨询 看过你适合的 不是说越大越好 我觉得像我的眼睛 就常常就是看不是很清楚 后来我觉得人不需要完美 像我已经都已经百分之九十完美了 我和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再聚回谈我们的 健康最前线 Viva 你弄完之后 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吗 其实用红的 就是定书肌双眼皮 其实不会 它的恢复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那你妈没有说 你是不是走错门了吗 没有 因为妈妈本身就有用割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 我们的健康最前线 美丽又保健 我觉得我自己就很好 因为我们家的先天的遗传 就是上眼皮 好像永远看到 就像没睡觉的一样 对 因为上眼皮很宽很长 所以我常常就必须 把我的眼睛这样 就变成双眼皮的 这样蛮好的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 郑医师说 像一般来讲 做双眼皮的手术有分哪几种 好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到底单眼皮和双眼皮的 对 那它其实很简单啊 像我们右边这一块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单眼皮 那东方人其实大部分都是类似像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眼皮的剖面图 我们看到这个就好像你眼睛闭起来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眼睛睁开来的样子 那当你眼睛睁开的时候 单眼皮的人 它是从最下面睫毛的这个地方就靠着那个提炎剪肌往上拉起来了 所以我们直接睁开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单眼皮的样子 那双眼皮的人呢 它这个睁开眼睛的这个提炎剪肌它会直接连到表皮比较上面的地方 而不是在睫毛这个地方 所以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 它就会从好像一个窗帘的折子一样 就会拉出来 就会有一个双眼皮 那我们双眼皮如果是要用一些手术的方式 那其实就只是试着要做出来最中间的连结而已 那只是有一些变化就是也许有一些人他眼皮比较厚 或者他可能脂肪比较多 或者这边的肌肉比较多 那可能就同时也许要割 要把它打薄一点点 大概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做双眼皮 那大家常大概都有知道的就是一个是可以用缝合的方式 那缝合其中现在比较流行就是比如说定数机 这个也是一开始从韩国流行起来的 那或者是用割的双眼皮 那它们中间的差别就跟刚刚说眼皮 单眼皮双眼皮的原理有关系 就是如果是定数机的双眼皮 它只是单纯的用一些器械 特殊的机械直接做出来 眼皮和体验剪肌中间的连结 那这个方法是优点是很快 又很自然 然后恢复期就是可能最总大概就是一开始的一两天 那一两周其实大部分都小肿了 可是它就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它是适合眼皮比较薄 可能比较年轻 然后没有什么多余的脂肪 那个做定数机就是又快 然后又好 而且它虽然是算是用缝合的方式 但是适合的眼皮的话 它还是可以维持得很久 最适合的人我有看过十几年的都还是维持着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对歌的比较保守一点点 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些人他就觉得 我既然要做 那我也信任这位医师 他可能就觉得我就一次歌 就不用这样反反复复的 那歌的人除了说他考虑维持的时间之外 就是有一些就是他可能眼皮厚 或者有一些坠皮松弛 那这个就是他同时要把多余的皮 多余的脂肪肌肉那些可能要 要处理掉 对 要修饰掉一点点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费工一点点 时间要比较久 那恢复期也会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有一些人是还是必须要用歌的方式 我们看这个初步就可以看出来说 用歌的它真的会稍微先肿一点点 那用缝的话 这个都是好像刚做完的时候的 那用缝的就稍微就比较没有这么肿一点点 那过几天之后消肿的速度会更明显 就是歌的会再慢一点点 那缝的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像我们郑小姐 她本身就是有再造双眼皮的部分 那你是从你是做哪一个手术的部分 你是缝的还是割的 做定书肌双眼皮的是用缝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医生 有没有人就是割然后又跟缝一起呢 其实我们的确是有一些状况会同时要叮 但是同时又割一点 而且这是其实算是比较新的一点手术方式 真的啊 所以但是的确它这样子就可以有两种方式的优点 因为它消肿的就不会像单纯用割的这么久 那但是它又可以同时修饰掉一些要用割的方式才能够修饰掉的脂肪啊 肌肉那些等于是有双方的优点 所以这也是现在新的一些观念和做法这样子 那像这个比较单纯 它就是单纯可以做就定书肌式的就可以缝起来 那当然那个高度是可以调整的 像刚刚我们都有讨论到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除了眼泽本身要多高 我们还会考虑它跟眉毛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黄金比例 对 就是怎么样它的眼睛跟眉毛看起来是协调 我觉得最主要的重点是要协调 但是又可以大量 你们就是说我觉得还是那个美感 每一个人的脸型也不一样 对不对 它的眼皮的跟眼毛的距离也不一样 对不对 每一个人还是要照着自己的美感 就按照整个脸的比例 你看可涵 它虽然有一点肉肉的 可是你看它稍微的把它眼睛的感觉 微调一下 突出来一下 你没有觉得它很甜的感觉 对 好cute哦 而且就变起像有点像混血儿的感觉 漂亮 真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特色 所以其实任何的手术的评估都是要适合自己 对 你看这个做得也不错 是 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不想要把他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而是他原本的条件把他修饰 对 那也许可以再更好 像他 他一个就是双眼皮嘛 对 这个男生 那做了之后眼睛就变亮了 他其实还有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点点肋沟的部分 有有有有 我们又给他做一些填补 就是让他的这个 这边就比较饱满了 就比较有精神 所以他的整个眼睛就变得比较亮 他还有做 其实有一点点指法 我们把他的眉毛也稍微指过 但是其实都是照着他原本的那个形子是把他在修饰 可是我们看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这种改变 可是就是舒服了 是 整个人就是舒服起来了 而且增加了一些美感 真的 我还要再怎么样去做一些舒服的改变呢 我才想说我们廖哥怎么 就是一直都这么算 其实廖哥我有建议啦 我觉得呢你的 余伟文 等一下我跟你讲你不要按 余伟文 我这也是从江南大街搞回来 还有你的眼带 还有你的鼻子 我干脆就换一张脸算了 你的下巴 这一次还有 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里面还没特别需要补充的地方 对 就目前跟大家分享 想 那个Viva 你弄完之后 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吗 其实用缝的就是定书肌双眼皮 其实不会耶 它的恢复期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对 那你其实也只是需要 我那天就是我自己有缝完之后 我就很正常还去吃个饭啊 然后就还是一样坐捡运回家 然后就回家就是继续又打报告这样子 这样子啊 对其实你都还是可以正常的 那你妈妈没有说 你是不是走错门了吗 没有 所以其实 妈妈本身就有用割的了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像我们这个缝双眼皮的部分 不需要全身麻醉吗 所以只要局部的麻醉就可以了 对 其实是一个小手术 是一个小手术 嗯 好棒哦 各位练机器门的观众朋友 不管你有什么卧蟬啊 眼带啊 黑眼圈啊 黑眼圈啊 黑脸啊 对 你不要讲黑眼圈 现在叫黑脸 黑脸 有黑脸啊 以外文啊 以外文啊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漂亮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不是要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你说你要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 而是说我们可以借着一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呢 对 让我们大家呢 过得更有信心的生活 其实就是做任何的手术之前 我们都一定要多评估 多找专业的医师咨询一下 好 今天到我们这段节目的时间呢 我们到这个地方告一告一告段落 欢迎你下一个同时时间收看我们的健康最前线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